台中市雨下下停停 而风也不小 我们看到警方在100公尺外 拉出封锁线 慢车道不让机车骑上来 我想说这里现在没有雨 怎么会 原来是强风扫落叶 又被雨水冲到马路边 大量树叶堵住了水沟盖 造成台中市向上路经个路口 慢车道严重积水 先好市府外包人员及时赶来 剪除落叶之后 积水瞬间退去 还好台风的影响并不大 这是职乐坛公开水域游泳锦标赛 3号一早顺利进行 圈台关注台风的风雨影响 老天爷赏了一个上午的好天气 这场公开水域的锦标赛 1000多名选手参加 也是选拔国手的正式赛会 1500位选手里面 成绩会列为 整齐奥运国手的一个参考 除了游泳锦标赛 还有时下新兴的流行立奖 三公里的水域竞赛 也是4号万人永渡的路线 今年万人永渡 有一万八千多人报名 不受台风影响照常举行 风景区观光景点 就明显感受到冷清了 彰化路港老街 周末假日还有摊贩没开张 盖着餐车的帆布还积了水 正常营业的店家 也减少备料做调整 因为游客真的少了 早上有下雨 人潮的话大概少一半以上 还有彰化王公 预期雨火节后续人潮 却遇到台风来搅局 人家有心理准备减少备料 免得造成食材用不完 等着好天气再来拼生意 TBS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